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别人说 你叫什么名字 但是你在问对方名字的时候 还是要用我们刚刚教到的句子 另外有一个句型 那个是在课文之后 我们会再继续上道语 这个我们在学到了所有的形容词之后 我们再来跟大家说明 那现在就请翻开我们的课本 Bage 7 Bage 7 第七页 我们来看看 到底我们在 自我介绍的时候 要怎么说 也就是自我介绍 那现在呢 请大家来听听录音带 自我介绍 你叫Paul? 你叫我 你叫Julie? 你叫Paul? 你叫Paul吗? 对,我叫我 是我 你叫Julie? 那你呢? 你叫Julie吗? 这时候你看 你叫Paul 你叫Paul 那因为这是一个疑问句 所以呢 我们委调要往上提升 Ju'est bon? oui, c'est moi 是我啊 et toi, tu es Julie? 好,我们来看看 第二个对话 Tu t'appelles comment? Je m'appelle Mathieu Et toi? moi, je m'appelle Caroline Oh, tu t'appelles comment? 你叫什么名字啊? Je m'appelle Mathieu 我叫 Mathieu Et toi? 那你呢? moi, je m'appelle Caroline 我叫Caroline 好,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所有的对话呢 听一次 好,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听听 另外一段绘画 那这时候同学们 都已经知道了 怎么样问对方的名字 也知道怎么样 自我介绍了 那我们来听听看 这个对话里头呢 有两个人 como Isabelle 到底这两个人呢 叫什么名字